8月15日为预祝歌神张学友的《雪友逛年世界巡回演唱会07香港》演出成功 在香港召开了专门的记者会 张学友早在今年2月开始便一直到世界各地举行巡回演唱会 目前已经完成了42场的记录 合共香港的18场相信很快雪友就会打破50场的记录了 这个是我们很开心的事 当然之前做了40多场 在香港有43场开始 但是一年做下去18场 以前当然没所谓 以前做开 可能记者都会问这个问题 其实以前40多场当然没所谓 大家对我可能都有信心 当唐阶上月新加坡巡回演唱会 被当地某报纸指称其情绪失控的事件 雪友表示这只是一种表演的方式 自己不会因为仅有的一个报道而改变现在的表现方式 这个已经是我的表演方式了 其实 那基本上我 其实也只有新加坡一个地方 他们有一个比较 比较不一样的看法 就是可能只有那个报纸有不一样的看法而已 那其他基本上大家都会 觉得这个是一个表演的方式而已 那这个我想我也不会因为一个报道而去改变整个表现的形态 那所以基本上我想这个我不会做修改的考虑 说到师傅会邀请太太女儿参加演唱会时 雪友坦言因为担心妻女会遭受骚扰 所以一切都要看情况而定 看状况吧 他们来 他们来的话毕竟我怕他们被骚扰 他们在家都被骚扰了 不要说到一些比较公众的场合 那这个我会先跟 先跟裴姐先联络看一下 好吗